日月聚焦 星座话题 Hello 大家好 我是苏菲亚 欢迎收看四月份运势 感谢大家的订阅 如果你还没有订阅的话 赶快帮我们按下订阅小铃铛哦 这样我们就可以陪你度过每一个美好的月份 来讲到四月运势 这个月份是白羊座的月份 我们知道白羊座是火象星座 而且也是第一个星座 所以这个月它带有一种开头 然后开创以及行动的色彩哦 那么这个月份整个星象来讲 我认为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全面启动 抢占先机的必要 怎么说呢 来跟大家分享几个重点 第一个四月一号的新月 它会会合着水星 水星我们知道代表的是什么 沟通啦 交通啦 交易啊 商业的这些活动 所以在四月份呢 大部分的人一定或多或少啊 会有很多什么呢 外出拜访啦 旅游啦 甚至商务的这种出差的机会也变多了哦 那有些人可能也会有什么 有学习的一些计划 更重要的是这个月份一定会有很多人 或是很多的事情会被公开 会宣告重要的消息哦 这是一个全球的趋势 但是呢 白羊座的守护星呢是火星啊 火星呢在四月五号的时候呢 会准确的会合土星 哎 学过詹姻学的就知道啦 火星跟土星呢是两个非常比较 呃就是凶悍啊 或者有挑战的星 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啊 在四月份的这个月初的时候啊 我们可能会面临一些挑战 一些阻碍 一些要突破的事情 那么该怎么办呢 火星跟土星呢 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 我们要利用土星的组织架构计划 来帮助我们行动 所以呃有遇到困难的 或是你想要做一些新计划的 可不可以做 可以 可不可以突破 可以 但是你不要傻傻的像一个这个 这个闯入丛林的小白羊哦 我们要先做计划 先做风险的控管 那么就可以去做咯 那么在这个月呢 其实呢 看起来哦 在比较紧张的气氛呢 可能在整个上半月 会来到一个高峰 特别是呢在4月17号以前啊 满月之前 这个满月是天秤座的满月 呃我们知道天秤座跟合作咯 谈判咯 或者是说要有一些协商 呃可能外交 还有什么呢 法律有关 所以这个月份 可能很多人都要透过这种协商啊 或者是说找人合作啦 或者是真的要诉诸法律哦 诉诸这种 呃拉扯的一种 呃像战争或者是 斗争的情势之后的一个协商 谈判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是大家要注意的 那么这个月呢 我们大致上可以分为前半跟后半 前半你可以听到就是有比较多紧张的 这个状况 可是很有趣哦 呃到了月中以后呢 越来越多行星啊 会来到这个阴系星座 包括土相跟水相啊 举个例来讲 这个5号呢金星镜双鱼 11号水星镜金牛 15号火星镜双鱼 所以月中以后啊 这个金星火星 木星海王星都在双鱼座 这个很重要的在于啊 接下来是个浪漫恋爱的开始咯 我们知道啊 这个金星和火星就跟什么 恋爱啊 或者是说合作啊 或者是说和平与战斗有关 所以在这个月月中以后 越来越多这种消息出现 好的坏的都有 当然也会可能有丑闻的影响哦 因为有海王星的存在嘛 但是哎搞不好很多人脱单也不一定哦 那再来呢 我们到了下半月还要注意一件事情 太阳会在20号之后啊 进入金牛座 而且会跟水星天王星都待在金牛 所以哎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在财务啊金融啊货币啊经济上 可能会开始酝酿一些大的转变 特别是我们知道下一个月份 5月1号就会迎接金牛座的日时啊 所以呢我觉得全球的经济啊 全球的金融呢 可能我们要在4月份 特别留意这个变化走向 当然对于你我来讲 每个人的这个荷包以及投资理财 也是要特别注意的哦 好了讲完这么多呢 我们来看看4月份的个别运势吧 请大家参考你的上升星座 跟太阳星座 呃我想我们还是要从爱情来讲好不好 这个月呢 感情爱情或人际关系 很重要的族群啊就是上升或太阳在 白羊座以及天秤座朋友 这个月呢对你们来讲是一个关键点 也就是你可能在这个月决定要交往 要结婚 呃要呃分手 或者是要合作 或者是你想要完成一个交易 不管它是好或坏 可是你要做一个决定 而这个决定一定会 为你在5月份后面开始 带来新的发展 所以我觉得在感情的层次上面来讲 白羊跟天秤座是有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机会哦 那对于浪漫桃花 我觉得上升或太阳你在水象星座 包括了巨蟹天蝎 跟双鱼座的朋友啊 还有呢处女座朋友 你们这个月啊桃花朵朵开 越后面啊 道吃甘蔗越来越香哦 因为呢这个金星火星 海王星还有木星呢 会在月中以后都待在双鱼座 你们不但是有恋爱机会 而且可能会有很多的选择 可能会有暧昧的可能 当然也会有些人有婚外情的机会好不好 所以自己要去拿捏判断 但是机会是多的哦 另外一个族群呢是射手座 射手座呢这个月的桃花呢 不像水象星座就是有一种勾勾缠的感觉 射手座是本来以为没有 诶就是玩一趟 或是刚好有个机会碰到了 一时天雷勾动地火的机会是很高的哦 所以呢也可以请射手座朋友注意一下 再来讲到工作了 工作的话呢我觉得这个月啊 上升或太阳载 白羊座朋友 请你要好好把握机会 毕竟来到你的生日月份嘛 对不对或者是 就来到你上升的这个星座 所以呢很适合启动新计划 这个计划呢无论是你个人的 或是你需要在公司里面有所表现 请好好的把握好好的争取啊 为自己而战 那么另外一个族群呢在这个月是 有步步高升的机会就是 上升或太阳在双子座跟巨蟹座的朋友 这个月呢这个族群呢很容易啊 得到别人肯定啊得到别人支持 或者是你容易有出名 或是你的讲话很有影响力 所以呢 当然这个事业运就会有 越来越好的情形 同时呢 你有可能会有升官的机会哦 请好好把握 另外一个族群叫狮子座 狮子座呢这个月呢 在工作运势上面有转动的现象 比方说你可能想要换工作 换公司换单位 想要这个离职退休创业 或者是你想要这个像海外发展 或是你想在网路上发展 它有一个变动 而且自己去拓展自己的环境 跟舞台的现象 也许并不是我们传统当中 认为的什么尊荣啊升迁 可是它是动起来的心机哦 另外呢 就是这个上升或太阳在精油座的朋友 你们终于要苦尽甘来了 好吧 基本上呢你们的这个压力高点 会在四月上旬 四月初啊来到高点 可是接下来呢 随着你的守护心 精心在四月五号进入双鱼座 以及火星呢四月十五号离开 精油座的压力 终于可以慢慢放下来了 可能你之前的成果 在这个时候展现 然后呢越做越大 也可能呢你最黑暗的时期 在这个月开始要有一些波云见日了 我要恭喜你 再我们看到的就是财运了 这个月呢 财运上面容易有重要的计划的族群是 上升会太阳在双鱼跟处女的朋友 这个重要计划 可能是你有投资理财的新计划 可能是你要买卖房地产 买卖车子 或者是你要借贷 或是有一些新的理财的想法 不论好坏 都是重新让你检视财务 包括自己身价的这一个好机会 那么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当然也许有些朋友会做什么保险 或是其他的部分也是不错的 但是呢有另外一个族群呢 在这个月份呢 可能呢会让你觉得 真的是有赚钱的感觉 就是上升会太阳在市座跟水平座朋友 这个族群这个月投资理财啊 或者是你想谈加薪啊 你想兼职多赚一点啊 OK的 可是我觉得更好的就是 这个月呢你容易有资源 有些钱不见得你要自己赚 自己花 可能有人请客 有人呢资助你啊 有人呢给你当分母 一起分摊一些这个费用 或者有人会给你一些很好康的消息 所以反而你可能会在 金钱或者非金钱的领域里面 得到真正实质的好处哦 所以上升跟太阳在水平座 还有市座朋友要特别的留意 那另外呢 有个族群就是过得还蛮爽的 就是上升跟太阳在水向的族群 包括了巨蟹天蝎 以及我们的这个双鱼座 因为呢 我们知道月中以后啊 金星火星木星海王星众 很轻松快乐啊放肆啊享乐的心 都来到双鱼座 所以这个族群呢 一定是容易有吃好玩好用好的 好的这个机会 在物质享受上是很开心的 那同样的呢 也会带动你这个心灵的愉快 所以这几个族群啊 刚才提到的啊 都是财运很好的哦 那有另外一个族群呢 我们来讲到其他的运势哦 那这个族群它也是快乐的 那就是上升或太阳在火象星座 包括了白羊 狮子还有尸首座 你们的快乐不见得是建构在金钱上 但是呢 你这个月呢 我也玩得很疯 你们可能去旅游啊 去唱歌啊 或是大家要去做一些什么舞台表演啦 创作啦 哎 在这方面呢 你们就特别快乐哦 所以 这个生活是愉快的 这个不输给前面的这些 所以学校的族群 但是层次跟状况不太一样 最后一个族群叫做呢 摩羯座 都一直没有提到它 那么摩羯座呢 它重要的是呢 这个月是一个家庭家族 或者是房地产的重要月份 比方说 你可能呢 所有活动都跟家人有关 跟家人去旅游啦 跟家人一起处理买卖房地产 装潢的事情啦 或者是说 哎 有人大家来家里聚会啦 或是我要照顾爸妈 或是要整理这个家族的一些财富啊 我告诉你 听起来有些心都觉得很无聊 可是对摩羯座来讲 哦太棒了 它就是要这种安定的力量 当然摩羯座也可能跟 就是邻居啊 手足有越来越多互动 在这当中啊 你会有很多 好吃好玩 或者是不错的机会 可以好好把握哦 以上呢就是我们四月份的浴室 希望呢大家都有听到重点 好好把握春天的开始 祝福大家四月幸运不断 我是苏菲亚 我们下个月再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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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